师父我刚才补充一下 他不是说观音菩萨不是说了吗 他那个 师父现在你看中国也是 今年这个流感不是感冒的特别多吗 流感也是高峰啊 以往年特别多 哎呀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啊 观世音菩萨他把华陀请来了 华陀菩萨给大家开了个药方 我给大家说一说 师父 华陀今来凡间为普罗大众开药方 希望普罗大众强生又健康 白朔一味二两 甜妻二两 穿备三颗 盗红花一前熬水 一天喝两次保证药道病除 白朔有增强能量之功效 甜妻治理伤风又有效 穿备止咳是神药 盗红花疏通精弱又神奇 师父 很好啊 这几个药从现在来看起来都是好药啊 好的药啊 如果有人真的这个上风感冒不止的话 或者非常严重的话 完全可以试着喝这个呀 熬成水呀 熬成水 喝的话 身体会有好处的 明白明白 那师父 师父说也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广大同修 也是为了广大同修 不要上风感冒啊 师父是这样吧 现在流感我去年就讲了 我去年就讲了 今年我还会再讲 今年这个开发会我还会再讲 流行病很厉害的 非常厉害 所以大家 人跟人之间要保持距离啊 所以 所以很多事情 人跟人之间就是 如果不能保持一定距离的话 它就会传染到特别厉害 大家呢 要有 要有 要有充高的品质 自己呢 戴个口罩呢 不去影响人家 反过来讲呢 别人有上风感冒 也不会交叉感染 再来影响你 所以戴口罩 本身也是一种 对人家的尊敬 也是对自己的尊敬 人家看你戴口罩 人家觉得你有人格呀 你在人家公共场所 而且而且这么不停的打 你说人家会鄙视你的眼光啊 你戴个口罩 人家觉得你 你很懂礼貌 你很懂得安全 人家觉得你是个有道德规范的人啊 现在的 现在的 这个人的思维已经变了 不像过去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傅 你像这种流感感冒 是不是从这个方法角度 是不是吃荤的 太多了 就是酸性体质 没有抵抗力了 对啊 酸性体质 抵抗力 明显的 这个 没有这个 碱性体质 这个强 为什么 因为体质 它本身的 这个细胞分泌 它比较 比较散 不像那个 那个 那个 碱性体质 比较集中 所以它没有这种能量 能力 来抵抗那些 各种各样的病菌 你明白吗 对的 再说 你吃的那些动物的肉 你都不知道 动物吃了些什么 动物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因为有些动物 本来就是伤风感冒死的 或者是病毒性感冒 或者这些动物 都是身上有细菌死掉了 它的肉你还吃 吃了你不伤风感冒 你才怪呢 对 你告诉我 喂动物 它都用激素 现在用激素 刺激它生长 对呀 风牛症 就是那些牛死的 都是蹊跷得不得了 那些牛一批批死掉 全部都是人家说是中毒 或者就是 或者用现代医学上来讲 这些风牛症的话 也就是说 内分泌严重失调 导致 导致它的血液循环不畅 然后慢慢的窒息而死 像这种动物 你屁屁死的 你说那些动物伤 它会饶过动物了 把它肉一块块割出来 牛 然后卖出去 你吃了 它把这个细菌病毒激活了 你不就风牛症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事实上说 哎呀 谢谢师傅 到此一开始